苗族的蜡染蓝布比老花有趣多了 古时候苗族的人们几经辗转流离颠簸 才定居在如今西南地区的群山蜜林之中 它们世代都与自然动植物相生相伴 尽管地处偏远 但条件的艰苦并没有让它们放弃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那块蓝白相间的蜡染布面上留下的花 鸟 鱼 虫 星辰 山川纹样 就是苗族人在岁月的刻度上留下的美丽印记 苗族蜡染适用蜡在麻 丝 棉 毛等植物上点绘各种纹样 然后放入电蓝色的染料缸中浸染 有蜡的地方染不上颜色 除去蜡后就会出现美丽的花纹 丹寨苗族蜡染 喜欢以自然纹为主的大花 造型生动 活泼流畅 十分夸张 自然气息浓厚 安顺苗族蜡染 多以几何纹样为主 纹样结构自由 造型生动 织间苗族蜡染 以细密白色为主 布满引人注目的几何漩涡纹 纹样相互交错 又浑然一体 这些蜡染布制成后 多以生活实用为前提 运用在背带 服饰 背面 包巾等生活物品上 苗族蜡染的文样造型众多 大多都围绕着各自窒息的图腾崇拜 祖先崇拜和民族信仰等产生 同时也追求图必有益 益必吉祥的民俗意愿 如表达多子多福 或生殖崇拜的主题 苗族妇女们都写在作为嫁妆的床单和背面上 使用鱼纹和石榴纹 《山海经》中曾记录 苗族仙民们依水而居 长期捕鱼倒作 而鱼繁殖旺盛 这让他们对鱼纹也充满喜爱 此外 石榴纹也亦是如此 石榴果内饱满多子 正是寓意 流开白子 再如表达祖先崇拜的主题 蝴蝶纹几乎成了苗族蜡染刺绣上最常见的标志 在苗族谷歌的传说中 蝴蝶妈妈是人类 兽类和神的共同母亲 苗族的蝴蝶妈妈文样 以守护万物为本 她不是西方画家 拉斐尔笔下的圣母那样 拥有慈祥 圣洁的光环 而是寄予了一个隐忍 包容灵魂 让苗族人民看到她的那一瞬间 就以心相托 为表达爱情和睦 家庭和谐主题 苗族妇女又常常运用对鸟 对鱼 对蝶 鸳鸯等文样 或是动物与植物文样结合的凤川牡丹 蝴蝶细花等组合文样 整体蜡染风格都散发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除此以外 许多的花草 鸟类文样 也时常成为蜡染上的主角 如凤凰 喜鹊 燕子 锦鸡等文样 搭配着山林中的花花草草 时而写实 时而抽象 将它们自由奔放 无拘无束的原始形态表现出来 成为民族情感和独特趣味的表达 古朴而雅致的蜡染文样 是苗族人民指尖下典绘的美好梦境 也是千百年来 他们和生灵和谐共生 且行且搁的 真实见证 苗族蜡染的生活趣意与艺术之美 皆因文样而生 请把我定格在文样里 定格在蜡染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